接下来咱们就来看一下关于这个用户画像咱们的一个案例 之前讲的时候咱们是不是说就是我们要基于什么 基于用户的一些行为 然后呢给这些用户打上一些标签吧 比如说就是这个人 然后呢他有一系列的行为数据 我们就基于他的一系列的历史数据 然后呢给这些人打上一个非常合适 或者说尽量准确的给他打上一些标签 但这个就是我们一会儿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我们数据吧 然后有数据之后咱们就好理解要做一件什么事了 然后这个数据我先看一下这多大的 数据量不大不小 200多兆的一个训练级 然后200多兆的一个测试级 从他的一个量来说还是200多兆七尺 一般情况下算偏大一些了 然后可能就是大家手里如果说还没有一款合适的就是编辑工具吧 像是我们打开数据工具啊 我们可以下这样的工具啊叫做一个优异 这个工具就是专门去怎么说呢 我问他干什么 他可以他其实里边功能特别强大 你可以携带码可以练你的服务器 还可以去编译数据啊都比较多 但是一般情况下咱们现在用来说 用它去看看一下数据什么样子比较合适 因为呢他打开速度比较快啊 就是你用一些其他的一些工具 比如说打开一个200兆的 可能就是得打半天 然后这个优异啊 他这个我觉得性能来说啊是比较好的 而且功能功能到时候大家就自己慢慢去看嘛 功能啊很强大的 如果大家手里还没有一款合适的 那可以先拿这个先去用啊 我觉得这个工具啊还是蛮好的 然后这个数据啊 它是这个样子就是 我们手里啊有一些搜索数据 然后这个数据啊 它也是一个竞赛的一个提供数据集啊 相当于是搜搜狗啊 然后他的用户的一系列的搜索数据 比如说你看他搜什么 这个第一个咱不看了 咱看夏儿这个 夏儿他可能搜了一些什么什么电信宽带搜手机啊 他可能关注什么东西啊 这个谁又做饭了 然后也是PV什么东西 搜了什么什么医院啊 搜了一些东西 那就是说啊 现在用户有的行为是吗 有的行为啊 就是我们拿到手的是 他一系列的搜索数据 你看一个用户搜索数据多不多 我给他往后移一些 往后移一下 哇这个比较慢 你看我移到后面想 哇这一个用户搜索数据还比较大的 是吧 所以说现在我们有一些用户 这些用户呢 每个用户他搜的东西都不一样 都搜了一堆堆的东西 因为就是这个比较常见嘛 就是当我们用一颗 让我们上网的时候 你说每天干什么 最多 每天肯定就是你搜索最多嘛 你要查资料啊 找一些你感性的事啊 或者是干什么东西 都是搜索啊 它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我们拿到数据 就是用户的行为当中 有一系列搜索数据 然后呢 我要对这个数据干什么 要对这个数据 就是这是 前面可能是这样一个编号吧 这是一个人 然后他搜索一堆东西 然后呢 下面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人 他搜索的东西 下面第三个第四个啊 一直到我看总共多大 基本应该是10万个数据 我也拉到最后 拉到最后可能有些慢 一直往下拉 拉到最后 应该就是10万个数据啊 相当于是 我们现在有10万个用户 每个用户啊 他都有一系列的行为 那我们要做一件事啊 就是哎呀 拉不到最后了 拉到最后了 一共看将近10万条数据吧 就是现在要对这10万人数据啊 进行一个打标签 也就是说啊 现在找出来 什么样的一个人啊 他做了这样的行为 那我们要做的标签 就是有三个 第一个是年龄 第二是性别 第三个是一个学历啊 就是做这样一个事 其实实际上来说啊 咱们做什么啊 好像来说啊 就是做一个分类任务嘛 直播说现在来说呢 我的数据有些特别 数据啊 是这个人 一系列时间的 积累的一个行为数据 据这个行为数据 我就想看一下 这个人应该啊 给他打上是 一个什么样的标签 他是比较合适的 就做这样一个事情 标签当中 我刚才说了 你看 这有一个什么1 什么2 什么6 这些啊 就表示着当前啊 这个人啊 三个属性 第一个啊 就是说当前这个人 他的一个年龄段 第二呢 就是说他的一个性别 第三个啊 就是说他的一个学弟啊 这个意思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干什么啊 我们要进行一个建模任务 在建模任务当中啊 就好比说 有了输入数据啊 怎么样去做这样一个分类 做好了分类 你是不是说 只要你把这个分类模型啊 建出来了 那之后 那之后再有一个人来了之后 他也是这样的一些历史数据啊 都是一些搜索结果嘛 那我们也就能够给这个人啊 打上一个合理的标签嘛 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做的一件事 然后建议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数据 长什么样子 数据啊 都是一些中文的搜索数据啊 这就关了 不关表战内所啊 这也关掉了 然后有这样一个数据之后啊 然后咱们要干什么啊 咱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啊 就是说 基于我这个数据 然后我该怎么样给他进行一个建模 相当于啊 我要去做啊 这样的一个用户画像 这样要工作